現在新北市中和的國立 臺灣圖書館 今天也是二度收到恐嚇 安裝炸彈的郵件 傍晚也緊急修館 疏散民眾 警方是封鎖現場 逐層來勘查建物 還有地下停車場 沒有發現可疑的物品 這個恐嚇姓是聲稱 有五顆遙控炸彈安裝在圖書館 三顆是在書架 兩顆在女側 警方強調 會加強巡邏警力 那麼國立臺灣圖書館 其實三天前就收過恐嚇郵件 警方搜索之後 也沒有發現炸彈 那麼近期全臺各地 包括桃基 基隆火車站 故宮 陽明山跟泰五個國家公園 都有遭到恐嚇 警方也會持續追查IP位置